地球释放毒气 他们的地势比较高 毒气们能到达的地方建立了基地 在这里种植蔬菜养蜜蜂 日常生活就是穿上装备去毒气区采集样本 而父亲的理论是地球正在复苏 他也是留守在地球的人的精神领袖 通过广播传达自己的思想 一天萨莎在毒气区发现了一些小虫子 这让他更加坚信父亲的理论 萨莎的男友一直劝说他去殖民地 并表示人类发现了一颗内地行星 或许十年后就能移民到新的星球 而现在这最后一般离开地球的飞船 劝他抓着机会和自己团聚 这天一场毒气风暴袭来 萨莎赶紧躲进了屋子里 当风暴过去 萨莎发现基地的仪器和设备全部被损毁 空中却飘下了一个热气球 一个男人出现在他面前 他表示自己叫麦卡 是来找萨莎父亲的 但却不肯说有什么事 萨莎只好说父亲外出收集数据 几天后才会回来 麦卡竟然决定留在这里等他 在这期间帮助维修基地的仪器 可等了很久也没见到他的父亲 麦卡怀疑萨莎在欺骗他 无可奈何之下 萨莎只好将他带到了父亲的墓地前 原来他一年前就已经死去 但坚持父亲理论的萨莎 还是用旧录音向女人们传达着他的理论 于是麦卡决定乘坐飞船离开地球 并劝说萨莎他同意了 两人却发现 风箱的一只蜜蜂在毒气风暴的细节下活了下来 当晚萨莎说到男友要去累地行新考察的消息 他伤心欲绝和男友分手 随后就和麦卡发生了关系 第二天两人收到飞船更改了地点的消息 而麦卡却发现 热气球中的氦气已经不够他们飞到新的动路地点 奋斗之下他说出了真相 原来他和妻子一起留守在地球 看着因为生病烟烟一息的妻子 他将食物藏了起来 而妻子却活生生饿死 靠着藏起来的食物 麦卡才能活到现在 他将这一切都怪罪到了萨莎父亲的身上 因为当初就是听了他的理论 才留在了地球 而麦卡的目的也是在离开前杀死他 萨莎告诉他 毒气区有保存好的氦气 接着他用广播向人们道歉 让他们赶紧撤离 随后带着麦卡来到了城里 麦卡给热气球充害 萨莎则则来到了美术馆 当热气球准备好 萨莎还没有回来 麦卡前去寻找他 发现他站在一幅画面前出神 终于他做下了一个决定 萨莎告诉麦卡自己要留在地球 当他摘下头盔后 没有死的话 就告诉殖民地的人们 地球已经复苏 接着他便拿下了头盔 麦卡也乘坐热气球 飞往了飞船登陆地点 几年过去 萨莎带着儿子依旧在地球 等待人们归来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